近日牧童项目在四川十方破土动工 引发十方民众不满 2号上午约有2万市民参加了游行和示威 大批特警用警棍殴打民众 并释放瓦斯催泪弹镇压 许多民众受伤 十方市政府网站通告声称 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不明真相的学生 急访十方市委 评论者指出 这是中共一贯的伎俩 总是把自己制造的与民争利 和伤害民众的矛盾 说成国际矛盾或外来矛盾 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四川粪川大地震中的重灾区十方 7月2号发生大批民众上街 抗议兴建牧童野炼厂的 有情示威活动 据当地人透露 许多学生罢课 工人罢工 许多商店也关门停业 约2万民众暴雨参加了抗议 牧童项目是四川省 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 也是十方历史上 首个百亿级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达104亿元 前期筹备近五年 于6月29号奠基 当地民众指出 十方已是一个满目疮痍的 重金属污染城市 而牧童则是一种可怕的化学物质 他们游行抗议 只是希望保护好美丽的家乡 不愿意未来的孩子们 变成癌症儿童 十方当地许多在校的学生 也参与了这次示威抗议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 中国的群体事件中 反抗的主要力量 以后肯定是80后和90后 目击十方抗议示威的网友说 持警棍和盾牌的防暴警察 武警约2000多人 释放瓦斯催泪弹 强行镇压群众 无数人受伤 至少两名抗议者死亡 20多名学生被捕 网络上目前传出大量 现场抗议民众 遭镇压的血腥视频和图片 权力运动组织负责人胡军指出 网络上流传一张 穿白衣服的女子 跪在一群特警面前的照片 她16岁的女儿被打死了 而她的丈夫也在当群镇压中 被打得血肉模糊 不知生死 3号石方市公安局贴出公告 警告民众禁止集会游行 石方政府网站也发出通告 声称所谓别有用心的人包藏货心 捕风捉影的宣传牧童项目 鼓动不明真相的学生 集体去石方市委 引来群众围观 陈永苗指出 中共向来都是把自己制造的 与民争利的矛盾 或者是伤害民众的矛盾 捉成国际矛盾或外来矛盾 用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胡军指出 中共当局动不动就说 反抗者是敌对势力 境外反华势力在支持 让老百姓厌恶 石方发出的通告中 还特别提到了遭中共当局血腥镇压的法轮功 和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陈永苗指出 中共反对的一定是民众认为好的 石方当局发出的这种通告 反倒是对法轮功和达赖喇嘛的一种弘扬 三号晚间 牵走危害民众健康的石化工厂 后来政府承诺搬迁工厂 但据一些中国境外媒体报道 这家工厂仍在正常运营